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如果大家有聽有看 昨晚我們在節目上接觸了一些特別的封煙電話 講的內容可能平時沒有怎樣聽到 所以昨晚我們特意請這位嘉賓 她也是第一次上來聊天 還有這個嘉賓所做的事情和接觸的範疇 我從來未找到過上來聊天 我們有請香港首席女車手 楊佳儀小姐 Denise 你好 大家好 你可以隨個罩一分鐘 十秒鐘給人看看 你看看你的樣子 隨時有個罩可能 看一看 十秒鐘 十秒鐘 嗨 香港首席女車手真的比賽賽車 是啊 很厲害 如果大家有研究或者喜歡看賽車 一定會認識你 是嗎 OK 可以大方 應該大方 哈哈 哇賽車手的鬼鼓 這個很特別 先了解一下 好 我知道你們十幾歲已經喜歡飛車了 不是 可能再小一點 再小一點 六歲已經開始賽單車 真的嗎 是啊 這麼有興趣的車 嗯 還有一些滑的東西 滑的東西 會轉的東西 是嗎 除了車之外 還有什麼滑的東西你喜歡 單車 也是車 也是 刺激一點的東西 可能滑雪 滑水 不怕死 X-game 對 說得清楚一點 不怕死 對 你有比賽過很多國際賽事 我都知道你真的 有去過東南亞國家 對 不同的國家 比賽 是 今晚就可以聊一下賽車手 我不知道在現場 有沒有這些古怪的事情發生 或者在香港的賽道 香港雖然沒有什麼賽道 香港沒有賽道 可惜沒有賽道 但是人們都會利用這些 變成賽道 是不是 上飛鑼山等等 很多事情發生 一說賽車 一定有意外發生過 好 直接說 有沒有跟死神刷新過 Katwood 沒有 OK OK 但真的很多時候有意外 但是很多朋友 或身邊的人 有遇到這些事情 因為始終車都是比較危險 沒錯 所以有聽過很多這些故事 其中是說 可能有關於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撞車 他很不幸運 他很不幸運 他很昏迷 但他昏迷了很久 一個月才能醒醒 當他醒醒 便開始抑述 我們問他怎樣發生 事情 為何會發生 其實他比較有幾優技術 沒有想過他可能會在那些地方出錯 他開始想起的時候 說 其實他 抑述當時的情況 就是 他後面 是有多一對手 這樣拆過來 哇 做甚麼 他本來平時開車 我們這樣開的 他就會覺得 在轉彎的時候 是轉也都轉不到 然後就說 後面有隻手 看到有隻手 扭他軚嗎 不讓他扭軚 是不讓他扭軚 不是扭軚 不是扭軚 這麼恐怖 那地方 知道在哪裏嗎 在山路 是郊區 在沙田附近的山路 哇 真的想整死他 我們當然不敢跟他們說 好像是這些 但之後他們是有叫師傅來幫他化解這些事 令到他最初的情況不太好 令到他之後 師傅慢慢的速度進展得快很多 就是那個康復情況 是 哇 這件事很靈異 是 是 是 我覺得是比較害怕的 聽完後面有隻手 扶著唐太 但當時他只有一個人 是 你聽到這些 你又會不會害怕 因為你也是在賽車 又會不會害怕 但我賽車 我不是在街上賽 我也是在賽車場 但反而 賽車場上 我自己很幸運 在賽車場上沒有這些零怪異 但似乎是有接近一點點的 因為我們去賽車場的時候 賽車場可能在山卡拉的地方 不會在市中心 除了澳門 除了澳門 在市中心 但在山卡拉賽車場的時候 通常我會和那些伙計 手足 整車的人 如果他們做得晚 替我們遛夜 整車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 留下 主動留下 陪他們一起去整車 雖然我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但我精神上是會支持他們 那怎樣做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們 手足在幫你 拼命 你自己回家 回到酒店睡覺 其實他們沒有做得多樂力 我會當作加油 例如有些食物可以幫他們買 和打碰一切 變成士氣 大家都會好些 所以我通常都會留到很晚 試過 可能只剩下隊員 在整車的時候 其實外面已經是黑了 坐車場上更加不會有人 又更特別的是 你知坐車場很少女次 通常都是男子 通常都是男子 通常女次 特別要走得很遠 未必是在你旁邊附近 所以你要走到那個地方才去廁所 當時我也試過自己一個人去廁所 但也不知是心驚驚還是怎樣 都聽到一些隔壁附近的那些 什麼聲音 沖廁所 有些怪聲 即是沒有人 沒有人 但也聽到沖廁 不是沖廁的 不一定沖廁 總之好像關門那些聲音 但自己看就沒有看過 但試過有這樣的經驗 但自此之後永遠都會找男子朋友 站在門口 先站在門口 那裡是什麼場 在大陸那些 大陸 剛才說會發生意外 我們也看到澳門 近一點也有 突然一旦出來 便接走了 這樣也真是死過人 對 那他們有沒有做些什麼 你知道嗎 通常這些事情發生的話 他們會在晚上 沒有賽事的時候 便會去那裡露祭 真的會的 會帶來那些師傅 去做一些祭事的事情 也真的要的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突然間這樣走 再加上太快了 一夜一個彎 一秒都沒有可能的時間 這樣便離開了 他不知道自己走過 沒錯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有些路際 但又這樣說 我們說一下 如果澳門賽車的時候 如果澳門賽車的時候 有些我們的車手 也好 隊伍也好 因為那個賽事是一個星期 通常是星期四 會練習 星期五是排位 而星期六日 會變成比賽 通常我們星期三 會有車手會 然後車手會 那時候 之後 就會整班車手 或者團隊 就會去每個彎角 裝香 噢 這個傳統 令到那裡 意思是順順利利 可以完成比賽 即是像拍戲開鏡 對 就是拜神 原來你們也會 也會 那些外國人不信 那些外國人不信 就沒有了 即是華人的車手 對 華人的車手 噢 那就是拆彎位 或者會不會知道哪個彎位 什麼普京彎位 那些死個人 就是在那裡拍的 多數都是在山路上 噢 這就是一些 入鄉隨俗 對 有沒有禁忌 賽車有沒有說 你們 什麼顏色 我不搞的 或者什麼款 我不搞的 有沒有這些禁忌 沒有的 通常 如果你說這些習俗 每個隊伍 也是那一句 也是在練習之前 全部人可能有燒豬 或者是一些燒尾 就會在你的坡 坡 即是你進去裡面 有一個車房 車房前面 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 就會放一些祭壇 食品 放三支香 每個人都會在那裡裝香 就會令到 又是想這件事 順順利利的意思 剛才我說到 有什麼顏色 或者有些人會相信 什麼號碼我不開 我現在先不要說賽車 就這樣說 有些人 即是私家車 你覺得 在香港哪一條路 可能真的有些車 很顏色 在那裡經過禁忌 或者容易出市 有聽過什麼 有 在哪裏 就是新娘談 就是這裏 我也知道 真的 因為真的很巧 即是同一款賽車 沒錯 不是說賽車 即是跑車 同一款 而且又是同一個顏色 紅色 露筍 是的 在不同年份 相隔一年 但是在同一個彎 是的 你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 很出名的 車界這件事 是的 就同一齊 沒錯 應該兩個人 兩個人 都不在 都是同一架車 你們聽到這些會不會心寒 都有 都特別是 就是留意 特別是害怕 但是你也有飛這條路 一定會飛的 有 不要說飛 不要飛 我們是慢慢的 油傘可慢慢的 你慢慢的 總之我走 走 那你有沒有感覺過什麼 有感覺過 真的有 真的 有一次 我跟朋友 他有一架車 我有一架車 油車可以游到那裡 還沒去到新娘潭 中間有一個位置 是買東西喝 有個小食亭 有小食亭 入機 有一個位置是拍車 沒錯 那位置是拍下來 買東西喝 下車聊聊天 誰不知 還沒下車以後 就看到這麼亮 當時幾點 1點鐘 凌晨 凌晨1點 已經沒有車 沒有車 沒有車 沒有人 很安靜 還看到一些煙 為何有煙 好像有些萌萌的 有煙 然後看到幾個白色衣服 全白色 白衣白褲 的人 拿著一堆很大的香 就在路上不斷插香 是嗎 會不會路制呢 然後我們就看著 其實我跟他都是坐在車上 我們就電話聯絡 就說好像不太對勞 不如我們走 那些是人 那些肯定是人 那些肯定是人 但不知道在做什麼法事 要這樣插香法 是不是七師傅 又不是七席 不是鬼子 不是 我說另一個 那個七師傅 他可能喜歡叫別人 勞制 冥婚 那些肯定是人 會在拍攝節目 不像 有沒有攝影機 沒有 什麼都沒有 白衣 全部人穿白色衣服 那也挺害怕的 雖然那些是人 但你也會覺得他在做的事情 你也會心寒 不過我記得很多年前 也聽人說過 是特地上去最陰的地方 有些人是聘請鬼 做些法事 或者是 早上五方鬼魂 可能會做些事情 都出過新聞 年初一 看到通地金銀醫治 其實都出了新聞 就是在那裏做些法事 找些最陰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突然感覺到 然後就覺得 嗯 此地不宜久留 走 但就沒有遇到任何事情 沒有遇到任何事情 這就是這些在香港 比較有名的 爽鬼的路 那飛鵝山有其中一個 有飛鵝山的那種感受嗎 在飛鵝山我以前也有上去 駕駛車休息、聊天和朋友 但也沒有感覺到這些事情 反而飛鵝山也沒有 明界不會收到這些訊息 也不可以這麼說 但就算收到這些訊息 可能是比較小 可能是11、12歲的時候 那又發生什麼事 這個反而是接近02最接近的一次 反而是小時候 但你問我 我當時也不怕 當時我躺在床上 躺著睡覺 但是半夜的凌晨 瞞著眼睛時突然看到 例如我睡覺 我躺著床 她是在我上面 天花板 橫著看著我 那塊是怎樣的? 那塊是白色的 但我不清晰的 沒有看到什麼樣子 但是女人 是長頭髮 那頭髮是掉下來的? 她不是那麼害怕的 總之你的樣子是蒙的 看不到 但是是長頭髮的 當時我看著她 當時我不會怕 我只想看看究竟是誰 但是當我再起床的時候 她就 一聲就飛了出去 窗外面 直接看著她飛走? 對 看著她飛了出去 然後我小時候又不會怕 就追到窗 看看她去哪裡 然後就不見了 那還有沒有找到這件事是什麼? 其實沒有找到 但我第二天早上跟我家人說 她就可能說是 誰是泰坡回來看你 泰坡很厲害 真的這樣 是啊 她就問 沒事的 應該是泰坡想回來見你而已 我又沒有害怕 我說完之後 原來是這樣 這個反而是 因為她的樣子不是恐怖 整件事是不恐怖的 聽起來都像是回來看看我 是小時候就遇過一次 是最近這次 因為可能你 我覺得你一直在說話的時候 你也很陽氣很十足 而且你也是很開朗的性格 陽氣比較重 一般的女生 你會想說是飛車 不是香港有多少個 我猜都搞不到你 希望是這樣 對 陽氣等等 不過說到這些車上的東西 我聽到一些挺特別的東西 譬如說 同事阿子宇也說過一次 就是說 如果當你要賣那輛車的時候 那輛車就開始不聽話了 是啊 我也有聽過 她最近也是 因為她說要賣車 她又不相信車 她剛剛 在車裡面說 她也說的 對 坐了她的車的時候 她也說 我這個車也賣 然後她說 第二天 電池沒有電 她說從來沒有發生過 然後就要去換電 你有沒有接觸過這些古怪的東西 我聽我的朋友有說過 我自己也沒有 因為我沒有在車裡說 我沒有試過 但我聽過朋友說 你不要在車裡說 說你會賣她 如果你說賣她 又是有些小器 有些會壞 你想想 她為什麼會小器 因為是死物 她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完全不明白 完全是解釋不明白 其實可能她和你已經 因為你駕駛了幾年 你每天駕駛了她 互相之間 可能死物和人 其實都有一些 心靈感應 磁場 對 磁場 可能也有機會通了 所以在車裡的時候 發生一些事情 她就會跟著 沒錯 譬如說發生過交通意外的車 我又聽過 可能她會 我不知道 放在舊的車場 或者拆了 然後有些砌車 嗯嗯嗯 就是要陷在一起 對 陷在一起 陷在一起 那些車可能曾經撞死過人 有東西依附了 那一輛車就會開始有意外發生 又會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聽過類似的經歷 嗯 我沒有特別聽過這一類的事情 但是聽到很多都是說 之前這輛車是有撞死過人的 但是那輛車主又沒有聽到一些很特別的靈異 但是就會可能是那一陣子很 混濕 混濕 是的 是的 可能有些人比較強氣一點 就未去到要有問題 或者看到什麼發生 但可能混濕已經是發生了的事情 是的 也有沒有聽過那些朋友說 突然間 可能到後鏡裡見到有人坐在後面 突然間座位又坐在後面 有沒有聽過這些呢 其實我有一時自己都會 駕駛夜車的時候 其實你久不久 你走得快一點點 你都會覺得旁邊 可能有一些東西 但經常都叫自己 唉 沒有東西的 不是東西的 你說不是就不是 對 就不是 就不是 就沒事 就是我自己眼花 就沒事 就經常都告訴自己 都是這樣 好了 以後來這個聲音 不知道是還是不是 因為剛剛有些朋友 因為聽這節目的朋友 他們對聲音很敏感 他就聽到我日前上 有一個嘉賓上來 說了一段對話 就是說 都是那裡喜歡飛車 入西貢 井蘭樹 不知道有沒有經過 井蘭樹那裡有人住 說他那裡有一宗個案子 有個朋友他在那裡住 有一晚就走一些比較陰的地方 然後就有一些壯跪的經歷 我們就談到井蘭樹 而那個師傅就說 哎呀 我也做過一件事 那些五角拜得不好 有靈異事件 我們就說 下次進去井蘭樹 就做一個靈探 誰知道他聽到有些古怪的東西 那我們先聽一聽 好 好 謝謝你 因為我那時候 住在井蘭樹7年 好 好了 這只是聲音 我希望應該有影片 因為只是聲音 我不知道哪個對話 當中 他說聽到有個笑聲出現了 就好像說不是我們的聲音 那 聽多一次 所以我要影片 不要只給我聲音 好 那就清楚一點 來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井蘭樹7年 好 是出現了笑聲的 的確 但是笑聲是不是 那個女人聽中的 我們再聽多一次 好 多謝你 來 因為我那時候 好笑聲 就要看會不會 可以給我們 反應 對 這樣 好嗎 試一下吧 我覺得是他 應該像是他的 我覺得也像是他 但他又不可能在笑 又在說話 你覺得對 他好像沒什麼回答 還是回答了 他是回答的 他是笑家說話 好 我再聽多一次 認真地聽多一次 好 謝謝你 來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井蘭樹7年 會不會太快 還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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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有什麼我也不知道 其實井蘭樹很小 井蘭樹很大 很大的 這個又好像搭著 同時間出現過 聽多一次 這個又要聽多一次 我覺得 看不到 有什麼我也不知道 其實井蘭樹很小 不是 井蘭樹很大 很大的 這樣 可能是他 這個也 有機會是他的 我覺得 就 搭著 很難一直在說話 這樣 除非他旁邊有人 除非他是本人 是否得到答案 是他本人 本人是什麼 現在打給他 他本人有人打進來 他本人打進來 是嗎 好 先聽聽電話 喂 hello 喂 hello hello 怎麼政府 我姓吳的 吳小姐你聽到我 你剛才所說的 我聽到 我覺得 像是我自己的笑聲 噢 是啊 我也覺得是像你的 我也覺得像我的聲 我聽到 好在籍 你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哈哈 但是他很厲害 他可以很快笑完之後又說話 是啊 是不是 哈哈 他現在又笑了 他即場示範一次給你看 哈哈 都像是他的笑聲 哦 那就是啦 是我自己來的 我聽到 OKOK 沒問題沒問題 那就即時解化了 我也覺得 應該不 這麼清楚應該不像的 嗯 好啦 多謝你 那既然是這樣 我慢慢問你了 你住在蘭州西港 都不得 都是有賽車的 有人會飛車的 是嗎 有沒有留言 那條路慢慢在這裏 是啊 是啊 有沒有什麼靈異事件 跟那些賽車有關 你知不知道 那個區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是啊 好啦 怎樣怎樣 那天打過上來 我都說過 其實那裡 我回家有時候 都是看到有個白影的 白站在那裡 在路中間 是啊 那些樹下下 就是 自己親眼看到就是這樣 嗯 是啊 你說答應我們 如果來靈探 你就可以了 找你出來 去井壇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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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找來AP1過來 好嗎 好啊 OK 好啦 多謝電話師 好 謝謝 拜拜 所以我要即時解除這個謎 如果不是提供這個朋友 就會覺得 糟了 我很害怕 我聽你的節目 聽得這麼清楚 就不太好 所以沒問題 我們經常都覺得 是鬼就鬼 解釋到的就要解 真的不要裝模作樣 沒錯 一定不會這樣 嚇到人 嚇到人 馬上找來 沒問題 好 希望大家以後 講鬼故的時候 笑歸笑 笑完之後才會說 哈哈 不要又笑又說 要不然我們會混淆了 就麻煩了 等一下好像你的身邊朋友的靈異事件 可以分享 有啊 身邊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靈異辦公室事件 靈異辦公室事件 靈異辦公室事件 好啊 待會再聊 今晚恐怖多一點 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後晚就是中秋 我都知道原來有些朋友喜歡拜月光的 因為每年最遠就是這個月亮 也叫做拜月老 類似這樣 就會祭下月光 有些人每年都會做一下 但我今天所說 有一位師傅跟我說 今年不能拜 為甚麼 為甚麼 原來是計算了一些數 一些時辰上的事 或者那個日子 是衝撞了一些事件 也會這樣 對 所以他說今年不能拜 因為一拜 反而有問題發生 這樣一定要說一下 不過有緣的才能聽到 對 收費才能聽到 哈哈 有緣人而已 對 其實錢就可以解決了 錢就等於有緣人 這樣很容易解決 這個不是太難 這個緣很容易 很容易答上的 4-50元就變成有緣人 立刻上去mmpoint.com 三個時間 只要你用PayPal PayMe 或支付寶 立刻可以開通 今晚有位香港車手Denise 大家好 和你聊天 回來繼續今晚的恐怖在線 對 黑衣 很難 會 演召喚 駿 非常難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